在過去的一年,警民衝突不斷,影響了大眾的情緒 有研究說,反修例示威期間 每五個成年人就有一個出現了抑鬱症或創傷後遺症的症狀 之後又爆發了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擴散 市民又要四出搶救口罩,社會一直彌漫著不安的情緒 精神健康固然影響著我們的生活 但要察覺到它的變化並不容易 針對這個情況,有初創公司就研發了一種穿戴式裝置 來幫市民監察自己的心理健康 其實我們想真正做到是你可以控制到情緒 即是說,我現在覺得很悶,我想get excited 或者我現在太excited,我要冷靜 或者我不開心,我變開心 或者我沒有什麼發生,我想變不開心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會去看悲劇 那就是給回那個emotional control那個人本身 公司推出的情緒手帶,內置了光學感應器 可以偵測到每一次心跳之間的距離 從而得知到心率的排列模式 這個資料正正是反映著用家的情緒變化 並且會記錄在手機的應用程式當中 首先當你開了APP的時候 你會見到一個current emotion 然後我們就有這個壓力指數 紅色代表高,綠色代表低,黃色代表中間 然後有個心跳 除了這個momentary emotion 它會每一分半鐘update一次之外 它在下面也可以見到你的rude meter 然後這個顏色就會記錄在你的calendar 即是在日曆上每一天都有一顆點 每一點就代表你那天的平均是正面、負面 對於是比較平均 當你按進去那一點 也可以看到一個graph 就是看到你的一天內不同時間的情緒起伏 再按進去也可以看到每一分半鐘的每一個紀錄 你就可以明白到我做一些不同的事情的時候 原來我是這樣的反應 這些所有事情都變成你的工具 我想開心、我想興奮、我想 calm 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可以做到 除了這個之後我提到這個friends 就是emotional relationship 可以看到我可以加一些close到我的人 每一個人瑜伽的momentary emotion 他的stress level 然後當你見到這個人 他現在是不開心的 我就可以按send emoji 我可以在這裡選一個emoji去給他 Charles 說這個版本的手帶最適用於企業的活動 並不是要僱主監視著員工的心理狀況 而是希望提醒僱員重視精神健康 我們在他們的facility裡面 做瑜伽、做meditation 做不同的一些solution 讓他們的員工帶著手帶去做 他們就會了解到原來我做瑜伽的時候 我的反應是這樣的 原來我做meditation我反應是這樣的 他就可以明白到什麼是work for他 什麼是不work for他 在一個個人層面他們自己去explore 公司下一步就計劃打入消費者的市場 新款的產品會加入一般智能手錶的功能 包括了時間顯示、來電通知等等 也都會提供一些特別的功能 希望在已經飽和了的穿戴式市場當中突圍而出 我們除了track你的movement 和track你的heart rate之外 我們track你的睡覺的情緒 令你知道你在睡覺的時候 你在做什麼夢 是在看你的 subconsciousness 在發生什麼事 我們的情緒很多時候 是被身邊的人影響到的 我們的手帶裡有一個功能 如果你買一對 因為我們其中一個大的target market 一定是情侶 即是男女朋友或者老公老婆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他們按住他的手帶 他老婆的手帶 或者他老公的手帶 會燃燃燃燃 這個概念就是 I'm thinking about you 有很簡單的功能 不過是提起社會的元素 除了賣情緒手帶之外 公司也只是和一些 提供治癒心靈服務的企業 合談合作 當用戶情緒不穩的時候 就可以給予不同的解壓建議 為於南半球的澳洲正直檐下 本來應該是市民去游泳的季節 但是在高溫之下 一些泳池和湖都出現左右異味 並且影響衛生的組類 而需要關閉 當地就有機構採用新技術 去除水入面的綠組 這個技術 早前已經在一些比較小型的河流裡試行 當取得一定的成果之後 就會應用在首都地區裡 當地政府對這個新科技表示歡迎 清除綠組 除了能夠給民眾安心使用泳池之外 也都能夠避免他們大量繁殖 耗盡水入面的氧氣和營養 破壞自然生態的平衡 無事 無事 出現